师父 咱们为什么不直接飞到城里啊 我想看看风球 哎呀 小孩子就是小孩子 对啥都好奇 就在子虚道长琢磨 要不要用自己怀里的这顶金字给师父买辆马车时 前边 关道上的行人炸开了 开始四处逃走 小燕宝看不到发生了啥 而此时 子虚道长已经看清了前方发生了啥事 子虚道长掉头就准备往回跑 别跑 把我放下来 以后都不用你背我了 师父 我错了 以后你不发话 我绝对不跑 小燕宝却里都没里白胡子徒弟 只是笑咪咪的看着跑过来的模糊 子虚道长一狠心 从怀里把最后一顶金字摸出来 师父 别生气了 这个给你 小这个徒弟真是赚到了 真有钱 我不让你背 是因为以后有他替你背我了 这可是我最后一顶金字呀 师父 你这是不是有点鸡贼了 斑斓猛虎跑到小燕宝的跟前 轻易地用头蹭着小燕宝 还嗷嗷嗷嗷地吼了三声 大黄猫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是想我了吗 我 师父 这是虎 斑斓猛虎 你居然叫它大黄猫 大黄 你都知道想我了来找我 可我那哭唧唧的师父都不知道想我的 他可真狠些 以后再也别想从我这里含浮路了 大黄 好名字 就是听起来像狗 大黄扭头就冲着紫须道长嗷嗷了一声 把紫须道长震得一哆嗦 大黄 不许冷吼 他是我的大徒弟紫须 以后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大黄明明是猫 他老了 眼神不好使 他会说你像狗 咱们不跟他一般见识啊 小燕宝骑在大黄的背上 紫须道长跟在大黄的身边 还是骑在大黄你的背上舒服 我是被师父嫌弃了吗 这么好的表现机会被一只狐给抢了 不服气 他在得意吗 你得意个什么劲啊 我师父最喜欢金子 我有 你有吗 大黄一尾巴向紫须道长抽去 小燕宝眼急手快抓住了大黄的尾巴 哎 大黄 他老胳膊老腿的 你把他抽坏了 你还得拖着他 又被师父嫌弃了 就这样 这一小一老一虎来到了城门口 恰好与迎宴而来的一只队伍碰上了 队伍里的马看见了老虎一下子就惊了 任凭马上的人怎么拽都拽不住 这城门口顿时就乱成了一锅粥 怎么回事啊 黄黄 马被老虎轻到了 老虎 这城门口怎么会有老虎呢 护卫闪身 折指城门口的位置 让他们把路让开 我们先出城 好好说 不要节外生枝 护卫答应一声向小燕宝师徒走去 你不是昨天城门口的那个小道童吗 你找到你师父了 是你啊 那你找到花枪上的人了吗 嗯 找到了 师父被师娘逮住了 师父 你可别怨我呀 我没说 真没说 你呀 我nothing看就到了 没有用都 row Drosi 喝酒 喝酒 喝酒